注重行事,中校教育,服从培养,最后败倒在父母老师的权威之下。这种感恩会和鲁迅笔下吃人的理法观念差不多一回事儿吧。不知道何时我们可以去培养下一代的独立人格,平等意识与自由思考的能力。加一句,老师父母要孩子感恩,着实说明父母的自私与恩主心态。家长之心态与报酬心态严重。对于老师,教书于人是你的工作,这份工作与程序员开发程序,清洁工扫地性质一样。 人们尊重你的工作,感谢你的贡献就好,感恩。笑话。父母吗?需要努力的方向是培养孩子的亲情观,家庭意识。重要的是培养孩子们爱父母,重家庭,而不是恩主心态和讨债心理。最后,学校举办这种感恩大会,有点狗拿耗子的意思。亲情教育属于家庭教育,学校干这事属于阅祖带袍。希望我们能摆脱对孩子的工具心态和养儿防老的封建小农意识。给下一代一个健康自由的空间。 让他们爱父母,而不是迫于负罪感的亏欠父母。